你要颠覆想象的呢 就是台北国际电子展 10月6号就要展开 带你抢先看 这次呢有边运动边上网玩游戏的新技术 还有只要扫QR Code到旅馆呢 不用找柜台就能够拿到饭店房卡 努力踩啊踩 荧幕上的角色才会发射子弹 对付来袭的坏蛋 物联网概念的新应用 让你一边运动还能上网与朋友较劲 QR Code扫一下 钥匙房卡自动掉下来 有效解决旅馆业者人力短缺问题 这些创意发明都将在台北国际电子展展出 把这个软硬的系统整合出来 来运这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在2015年大概可以达到 433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的份额 所以可以想见这一块的市场 是非常非常的大 悠游卡密码锁再加上指纹辨识 钥匙真的还不够 还可以用传统钥匙来开门 四合一门锁提供最全面的安全防护 除了云端智慧联网相关应用外 电子展也展出各式各样创新电子产品 像是这种最新的电子发热布料 我的材料因为它本身是金属纤维 那它的柔软性也是够的 所以它今天穿在身上的时候 它不会有那种感觉到不均匀的感觉 台北国际电子展10月6号将在南港栽兰馆 盛大展出 主打智慧联网 预计会有500多家厂商参展 经济部与外贸协会也邀请了55家重量级买主 其中年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的就有9家 预计也将带来庞大商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